希姐 你这些日子没什么长进啊 写的这个出发点和视角 都不对 那我再去改 不用了 就这样吧 可是希姐 怎么这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啊 这 这 这资料 我一开始都已经整理过了 直播肯定是没问题啊 那 他 我也不知道 可能希姐想锻炼一下你吧 喂 你等我一下 您的咖啡请慢用 谢谢 你 天呐 这都消失多久了 我都要发寻人启示了 好怕大神一金 嫌弃当今乐坛的水平 就彻底退圈玩别的去了 不会过个年 回家就一去不回了吧 真羡慕你们这些小姑娘啊 吃两分肉都不胖呢 你说 他 突然又来大神 是为什么呀 这 你 你 哎呀 哎呀 不过希姐之前 确实对我还挺好的 你说的希姐 是聂希吗 嗯 她我认识 你当然认识了 你之前的那个采访 就是她做的 不是 她是小璐的学姐 她跟小璐关系挺好的 小璐姐之前给过你 冒冒的录音 我又是找希姐帮忙 找的练习室 那就都对上了嘛 那所以说是在那次直播之前 你就跟希姐很熟喽 你没有到很熟 就算朋友吧 看不出来啊 孙建谦 一副巨人之千里之外的样子 还挺招人啊 这没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心理学的分析 你不懂 她没有 乌燕 过年回家 可不可以少吃点 你现在肚子确实 已经有点软了 乱摸什么 乱摸什么 你还摸 你这是 你不可以挂 不可以挂 确定不要我送你吗 不用了 我又没有带多少行李 我们不用再麻烦你 多跑一趟 啊 车到了 我来走了啊 我会早点回来陪你的 快啊 走了 乖乖的啊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一个人乖乖的哦 我走了 拜拜 你追着 我走 贵女呢 还是在睡觉 在读书呢 读书 隔壁去烦她 来 我来 可不可以 愿意 雨落在屋檐 堂前归宴 朱雀桥边 船已走远 别今年 何时见